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Badan National High School conducted a special program in foreign language Mandarin held a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 Badan国立高中外语特别项目 普通话的学生和老师举行中国文化艺术节 2024年4月18号 Badan国立高中外语特别项目普通话的学生和老师 在该校礼堂举行中国文化艺术节 在曾就读于中国福建师范大学的教育部老师 凯瑟琳·拉布拉多的带领下 学生们通过歌舞表演展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每年我们有这个文化和文化的节目 wherein we showcase the talents and the skills of our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when it comes to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xpress how proficient they are in speak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Dito po sa City Division of Balanga It is only offered in secondary po Kami lang po yung school dito sa City Division of Balanga 4月12号是中国文化艺术节的第一天 当天在校内举行了中国语言文化竞猜赛 即国语歌唱比赛 并在最后一天4月18号揭晓了获奖者 拉布拉多老师向所有才华横溢的学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天除了歌舞表演之外 还有讲故事比赛和中国人物角色扮演等环节 彭影 Speaker of the Garden 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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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向三位外语特别项目普通话的校友进行表扬 他们分别是医疗技术专家桑托斯 机械工程师纳瓦罗和职业护士吴玛罗 据拉布拉多介绍 奥隆阿波士戈登国民高中的当地普通话老师 访问了巴丹国立高中 对该校的普通话项目进行了基准测试 他们富有建设性的反馈 进一步巩固了该校对卓越语言教育的承诺 巴丹国立高中外语普通话特别项目已开展十年 今年举行的是第八届中国文化艺术节 Chinaton News 非中新闻台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